各位介紹的這套PotoCap 事實上說真的 這個軟體 道理來講 不應該在這裡講 因為呢 現在 您如果去國中小 他們都在推自由欄 這一套是幾乎是他們必推的 以前可能大家印象中也許您 真沒有小朋友啦或者是 您自己小孩在學校的時候可能也許我們聽到的大概都是用Potoimpact 對不對 現在慢慢很多學校已經不用Potoimpact了 為什麼因為Potoimpact要錢 學校都沒錢了 那所以他們現在很多推自由欄理 影像主義大概是首推這一套 好那麼這個是MIT的 台灣製的 對還不錯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功能跟我們在 生活上台灣的生活習慣上蠻貼近的 也許他的那個 軟體畫面不見得是最好的 不像一般商業軟體那麼花跳功能那麼多但是他卻是 很多功能都還算蠻齊全 那 應該今年 6.0會出來我們現在給各位的是5.01 好那應該 因為5.01會出來大概兩年了 他更新速度不快因為一個人而已 就幾個人在做測試而已 所以速度不是很快的那一種那但是 都還不錯那麼我們先看看 在各位呢您到這個 這邊的時候 這裡還有補充資料講裡面有沒有另外一個簡報 對不對所以我今天 不把簡報印給大家是因為我怕印了 實在是有點浪費 反正你看這樣彩色比較快嗎 沒有如果覺得簡報 檔案有需要自己下載回去看就好 好您下載下來之後呢在這裡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個呢 我們先介紹比較單純的 拆貼我大概不用介紹 我介紹這個部分 第一個 您有沒有機會拍到照片是比較暗的 如果您看照片的會比較清楚對不對 電腦上的也有一點點啦 好也有一點點 因為每台螢幕會差很多 那這個軟體呢已經有幫各位放在 我看一下 幫各位放在這邊 應該是在補充裡面 有一個影像處理類 有一個Photocab 這個不用安裝 直接打開就可以用 好 好 你現在打開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樣子 那 我找一張 其實如果各位 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上網找看看 你自己的 那我在這邊呢 我先用這個 我拿一張比較 更明顯的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 彎山日照這個 來 你有沒有機會拍到這種照片 請問這種照片 你會不會拿去洗出來 如果是你的anada 直接就把它刪掉了 怎麼管會讓他看到呢 所以你像 怎麼拍照技術那麼差 有沒有 這樣還敢拿回來 來 下次呢 請你不要丟到這種 請就這樣用 好 那各位畫面稍微借我一下好了 我把它 切到你的畫面上 那這個怎麼做呢 Photocab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在於說他把 一些影像處理的部分變得 名詞變得比較簡單 你看這邊的話 我們要知道濾鏡 有一個跟相片有關的 所以你找到這邊 像是拍夕陽 觀山日照是拍夕陽 對不對 所以 你背光 沒錯吧 背光那這個時候當然效果就差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來 有沒有一個叫暗部補光 因為你是濾鏡你在補光的話 如果你濾鏡補光 那這樣 不就不用拍了嗎 對不對 就跟一般去沒什麼兩樣 我們就暗部補光來試看看 那你可以看一下預測他效果是百分百 有沒有 他會增加 那如果你覺得一次不夠 我們再做一次 請問這樣比較亮一點嗎 我先用1比1的 使用前 使用後 當然有沒有發現這是在暗部補光 暗的補光而已 亮的不用再補 很明顯 所以下次這種 不要浪費 有拍的就拿回來 不要現場炸掉 因為其實你在一般那個輸入相機後面這樣看 那個解析就會更差 所以看起來趕快更糟糕 這是 第一個 您可以 使用的一個方法 那麼 這個呢 您看一下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什麼情形 你有會用到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第二個呢 有沒有可能 你照片比較 過關過度的 也有可能 像左上角這一張 就比較亮一點 好 或者整張都比較暗的 我們剛剛現在局部比較暗 也有可能整張過量 或整張過暗的 那麼您就可以來這邊 試看看這一個 你看我一樣在把它 打開 那麼其實您在用這個 Photop tape的時候呢 它其實裡面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那個 功能可以用就在下面 您看一下 下面這邊 它 這邊是不是有比較瀏覽照片 對不對 您也可以從下面做 那我現在看到 所有軟體面 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人這樣安排 有沒有看到有123 123被送什麼 123 就是照片的高度 有沒有 照片的高度 我們大部分都想到 我就手動調一下 可是他還蠻貼心的 有這樣的功能 那我們來看看 我就變更一下 我的資料起來 因為這個現在在這裡 這裡 好吧 換一下 好 翻過來了 這樣是不是都看到了 對不對 那你就看你要哪一張 像我在這邊 我們剛剛那一張 像這個 我拿這一張丟上來 好 你看這一張 變變1 好 也沒有破亮 有嘛 所以我們要讓它 你看 一樣 事實上你從照片這邊 它通通修的都在這裡 好 那麼這個呢 你就可以用所謂的 全域的增添曝光 全域的 事實上我們現在在調的 都也 主要就是圍繞在一個功能 就是你相機的所謂的曝光 EV值 有沒有有的相機上你可以找到一個叫EV值 好中文也許沒有 它沒有寫曝光那你都會有一個EV值的調整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讓 你不需要一定要用閃光燈 按的時候 你看 事實上這個EV值跟我們數字相機一樣 正復活的時間有沒有發現 好所以 負的就會讓照片怎麼樣 要按一點有沒有 就回來了 這就不一樣 好那你一樣太亮的自然就變得更亮 所以正的是讓它變亮 負的呢讓它變暗回來 就這麼簡單 所以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你會發現 其實效果還不錯啊 那麼另外還有一種是什麼 漸層的增檢曝光 什麼叫漸層的增檢曝光 我大概把幾個比較常見先講一講 那你有興趣待會可以試看看 各位Email去看人家拍那個婚紗的外景 男女主角攝影師 通常會有一個 負責拿一個東西的 有沒有 拿一個那個反光板 為什麼因為 世外的 燈光光源只有一個嘛太陽 所以你這邊照過來 你去另外一邊就暗了 所以它浮光再把這邊浮起來 這樣才會比較平均啊 不然怎麼能夠拍出美美的照片來 好 那這個呢我們就來試看看 你看我回到這邊來 我們找一張給各位看一下囉 漸層的增檢曝光 我找一張 這張 這張也可以 然後我找另外一個 那個也蠻明顯的 這張 這張很明顯 有沒有 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手機開的 那 你來這邊 漸層增檢曝光 好 那你現在就看到了 在這邊 它進來之後就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 圓的這邊代表是光源 這邊是它的方向 所以呢在前面這裡 是完全受影響 超過箭頭以外就完全不受影響 中間就是一個漸層 所以 你看我腳要這邊亮一點 請問有沒有不一樣 有點頭的 看對地方 沒有點頭的 看錯地方 因為沒有點頭的看的是這裡 有點頭的看的是這裡 這樣你了解嗎 你看一下 我把它移過來 有沒有不一樣 這樣知道了 你不要看我調的那裡 就很簡單嘛 對不對 這樣下去 是不是上面就不一樣了 所以你說萬一 拍的時候 光源沒有調好 你就這樣處理一下 所以Photocad它有個好處就是 它會做的大部分都是 幾個簡單步驟都可以做好的 好處都可以做好 所以效果不錯 那接下來這個功能呢 我們也常常要用到 打光 你看 你把拿金子可以用色 這個可能要問老師比較清楚 小朋友可能沒有 有沒有我們金屬有時候帶久了會氧化 要拿去銀樓 給人家去那個就是再重新處理一下 那另外呢 像這個 網拍啊 其實網拍照片 這個也很好用 你如果去東南亞玩 有沒有都是左邊那個臉回來 不是曬黑的 是 你故意讓它變黑的 因為你都戴帽子 那為什麼不能 亮著眼的回來呢 事實上這個你可以處理一下 你看 我們在這邊 比如說你看這個金幣好了 這個是那個數位相機原始的檔案 這比較大 那我把它稍微放大一點 好我先把它縮小一下 Photop它雖然我們剛剛講那麼多優點 但是它也有一點點小缺點喔 怎麼缺點 如果你在用這個功能的時候 就是打光的功能的時候 它對於照片比較大的 處理起來速度會比較慢 你如果用虎的會有點頓頓的 那我現在做這個動作我先把它縮小一下 如果真的你要用 一般的這個 照片來做也可以 那麼你就是說 用點的點一下點一下放開 你不要用虎的 因為會有點頓 好那我現在已經把它說比較小了 我再把它變大一點 好現在我們第四要離開這裡 我們要離開剛剛這邊的 你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左手邊有沒有叫修片工具 有沒有修片的工具 這裡 打光 拿起來之後 他右手邊這裡就是他的屬性 所以你的筆刷 現在是這麼大 入圍 這樣有沒有簡單 簡單 塗一塗就好了 所以你還要相信 網路上的照片嗎 寫真集怎麼可能可以相信呢 你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嗎 讓人那麼完美 那你看了這個之後我們再找幾張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這一張 比如說同學你們如果去拍照 尤其是舞台上的 這種事情也常常會發生 像這樣 有些人 就是比較會站他就站在這裡 有些人 他就不小心沒有燈光 有些人更慘有沒有 那怎麼辦 這一支拿來也很好用嗎 你看看 人家 人家 只是沒有站好而已 你不要以為我就是歐巴沛的有沒有 還要去美白不用 你在這邊塗一塗 馬上就亮很多 所以我們剛剛在律師裡面那個是針對主要是整張或選舉範圍去做 那這個的話就可以像這樣處理 不過你有沒有發現當我塗過我這台圖有沒有 沒有 不是沒有用 你要來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更新筆刷 其實 我是 眾望所歸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事實上 照片組織這樣還蠻好玩的 譬如說 現在呢你要有適當的工具你就可以做得很好 對不對 好那我想我大概先介紹這幾個 簡單的 給各位參考一下 你可以 有興趣可以先到來玩看 那麼事實上我們剛剛在那些調整的 事實上都是我們在數項裡面說的意義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一看到EV值到底差在哪裡 EV值就是差在說 你在做的時候呢如果你 拍照的時候你喜歡用閃光燈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個情形 有開閃光燈的時候 亮跟暗門會差的更大 為什麼因為你有的 拍照的時候因為閃光燈的有效距離有限 所以就是有效距離內很亮沒有錯而且會比較西北 因為我們大部分閃光燈都是什麼色的 是白色的 所以會看起來比較就是 不是那麼自然 那相對 超過他就是有效範圍外的會更暗 因為對比一下就 會覺得說更暗 那麼你用EV值是調整的時候他就是比較整張 去平均 所以其實各位如果你在拍照的時候有去 可以的話你也可以試看看EV值 不見的每次都好像 暗的或亮的你就要直接開閃光燈 好所以這個是給各位 可以參考一下的 那再來 這個效果我們先第2段再來講